三国中的吕布真的能称得上第一萌将吗? 答案非也 虽然说民间盛传者一吕二兆三点围四官五马六张飞的说法 但在正式中吕布确实不能称之为第一萌将 他的战绩少得实在是可怜 甚至其武力连前三都排不进去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三国中的真实吕布 在三国演绎中围绕着吕布的武力之 有三个最为显著的故事 第一个就是原门射击 当时吕布问元树首相大将纪灵 可开多少金弓 纪灵答道末将不才 可开五百金 接着吕布又问张飞可开多少金弓 张飞很谦虚 当即笑了笑 说自己可以开八百金弓 说吧 吕布起身便让人取来一副一千二百金力度的弓 左手一拉右手一拉 竟然射中了两百步开外的小姐 这便是吕布原门射击的故事 对于吕布强悍的剑术 纪灵和张飞都深感自愧不如 但剑术便不能代表其真实能力 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二个故事便是三应战吕布 话说十八路诸侯 讨伐董卓时 吕布单济立于 虎牢关下 八路诸侯分别派出大将 与吕布交战 结果无疑能和吕布战过时回合 最后被吕布打得无疑赶出来应战 就在吕布勒马要走时 张飞一声断和杀出 与吕布交战五十回合部分胜负 五十回合之后 张飞开始渐渐有些力不从心 关于剑势有些助力难横 于是挺着八十二星的大刀 也夹出来了战斗 二人合力围攻吕布 也没有将吕布拿下 最后是刘备刘玄德 手持双骨剑也冲上来助战 三人围住吕布 如转灯般死杀 此战看待了城楼上的八路人马 战斗的结果是 吕布自知招架不住 飞马便回了 虽然吕布没能打得过刘关张三人 但若单打独斗 毫无疑问吕布当属最强 最后一个故事 就是吕布单挑操营六大猛将 不扬战役中 吕布一人力战徐楚 点为下侯敦 下侯约 离点越近 之旅员猛将的实力都是非常强悍 吕布一人能独占他们六人 如此标柄的战绩 在三国演义全书中也找不到几个 综上这三件事 任何一件都能证明吕布的恐怖实力 但要告诉大家的是 在真实的历史中 三英战吕布和吕布单挑操营六将 都是不存在的 并且吕布使用的武器也不是方天化剂 而是一把长矛 至于他胯下的赤兔宝马 也并非能日行千里 只是品种好一点而已 不过 原文射击仪式的确存在的 但是没有像三国演义中描述的那么夸张 不存在一千二百斤力度的弓 和射中两百步开外的吉 那么吕布在历史上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武将呢 三国志对他的描述说 善于骑射 必离过人 由非将之称 非将是西汉名将李广的称号 李广出任消极将军后 曾打的匈奴不敢来犯 吕布能称得上这个绰号 说明他的武力应该是十分不错的 但离三国第一猛将这个称号 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要明白的是 在评判一位将领是否优秀 我们并不能单单从他的某一方面来看 比如说武力值 比如说骑马剑术 这都不是评判的标准 评价一位将领勇猛的标准 还要结合他的领兵作战能力 在历史中 吕布的战绩实在是少得可怜 没打过几次胜仗 与官老爷展颜良 前余进水烟七军差得远了 而让吕布一战成名 并有了飞将之称的 很有可能就是长山会战 当时吕布从元树门下改投了袁绍 袁绍便让他去打黑山军张燕 至于张燕的黑山军人物有多少 《三国志》中有记载 一万多精兵和几千骑兵 这种实力也是不能小觑的 然而恐怖的是 吕布每次只带几十名骑兵 就敢直接冲击张燕的军阵 有十七天还要去冲三四次 前每一次回来 吕布都提着一堆黑山军的手机 连续作战十多天后 张燕的黑山军被吕布彻底击垮 此战之中 吕布经常骑着宝马 腾跃成墙 飞跨豪沟 玩入无人之境 故此得名飞将 除此之外 吕布再也拿不出什么光辉的战绩了 因为他一直都在寻找靠山 被元树猜击后 又投靠了张杨 而且后来又遇到的都是强敌 而这里的强敌 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点围 点围是实打实的语言盟将 曾单手举起 常人双手都无法举起的家门棋 浦阳之战时 吕布率兵围困曹操 为了冲破吕布的军阵 曹操了一时招募 攻陷敌人的人选 点围先占应目 当时点围只带了十余人 而且要求各个不持盾牌 只带长矛和斩棘 面对吕布的围攻 点围敢这样做 说明他内心里一点都不去怕吕布 甚至完全不把吕布放在眼里 正始终描述 吕布军和曹操军两面战情 都十分告急 吕布面临弓箭手押阵 乱箭齐发 使劲如鱼 可点围却仍旧无事 只是吩咐身边的士兵 贼军靠近了再告诉他 而当吕布军逼到十步以内之后 点围直接将所有小鸡攥在手中 朝着对面一顿疯狂投射 苦战需求 吕布军黑压压的倒下了一片 战中的吕布 被点围的勇猛瞬间震吓住了 最终吓得果断退兵 可见 当时吕布连赶和点围 单挑一次的勇气都没有 这就说明 他的作战能力不如点围 要论三国盟将 吕布至少要排在点围之后 而在曹操手下 还有一位与点围一样勇猛的战将 此人便是护后虚楚 点围在晚城之战中战死后 虚楚变成了曹操手下的贴身护卫 虚楚也是个力大无比的盟将 早年时 曾倒脱牛尾行走了白布 吓得盗贼不敢再来讨牛 通关之战时 曹操应含随马超之约前去附会 身边只带虚楚一人 便吓得马超不敢妄动 由此可见 与点围有猛程度相仿的虚楚 吕布应该也胜不过 而在三国正史中 关于也是一位永贯无双的盟将 其光辉战绩要比吕布多得多 由此得出若论三国盟将别墅第一了 前三名吕布都排不进去 那么在正史中 吕布的结局又如何呢 公元198年 曹操率领大军亲政吕布 此时的吕布正在夏皮城驻守 城里精兵虽然不多 但是城墙高顾一手难攻 曹操一支久攻不下 双方僵持了三个月之久 后来在谋适国家的践行下 曹操决定利用四水暴涨的机会 水淹夏皮 四水掘开之后 夏皮城内一片荒阳 吕布大势已去 军中上下离心 部将侯城趁机叛变 吕布走投不路 只能开城投降 在三国研议中 吕布常常被戏称为三姓家奴 说他毫无廉耻为了牟利 先后拜丁元董卓为父 同样在正史中 吕布的人品也是十分差劲 经常背着妻子 与好几个部下的妻子 行龌龊之事 为了活命 他卑躬屈膝 跪在曹操面前 表示愿意在其麾下效命 正在曹操犹豫之际 刘备急忙提醒到 吕布是个三姓家奴 曹操一听 也怕自己步入丁元 董卓的后尘 于是就杀了吕布 从此 这位被捧上三国猛将神坛的 吕凤仙 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三国演义中的作者 之所以把吕布 刻画成一个无力超群 但忠孝廉之 却全是瑕疵的形象 也许是为了讽刺 当时社会的道德标准 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